這一集的重點就在這邊 就是我們知道電荷吸收跟放出電池輻射 一方面我們前面花了可以說整整花了三集 再告訴各位說 你怎麼用羅倫茲的正值來去描述這個現象 那前面兩集我們又提到 阿因斯坦他怎麼將這個 電荷吸收跟放出輻射 他用所謂提出所謂AV系數 也就是利用波爾的能界的概念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同樣一個現象你有兩套表述 各位觀眾好歡迎來到瘋狂牡羊 那我們今天來到了這個相當關鍵的一集 請大家來注意看 好那這一集叫什麼名字呢 這一集叫做小兵力大功 那大家看這個Little Soldier 事實上這個是安徒森一個童話 叫小席兵的探險 這個故事還蠻有趣的 但是我們今天就不多說了 那但是有一個蠻悲哀的結局 就是這個小席兵一路冒險追求真愛 最後就被這個主龍丟到火裡面就熔掉了 好這個不是重點 好那麼我們前面其實想一想我們花了五集的醞釀 的醞釀終於來到這裡 那我兩個大主角一個就是羅倫茲一個是愛恩斯坦 其實雖然說大家看到照片在一起對不對兩個都很臭啦 事實上羅倫茲比愛恩斯坦大了26歲 哇大26歲啊這差很多嘛 好那只能說這個愛恩斯坦這個很會保養 把自己保養的很臭啦 那我們來看這一集的重點就在這邊 就是呢我們知道電核吸收跟放出這個電池輻射啊 一方面呢我們前面花了可以說整整花了三集 再告訴各位說 你怎麼用羅倫茲的正值來去描述這個現象 那前面兩集呢我們又提到愛恩斯坦啊 他怎麼將這個電核吸收跟放出輻射呢 他用所謂提出所謂AV系數 也就是呢利用波爾的這個能界的概念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同樣一個現象 你有兩套表述 這不是很奇怪嗎對不對啊 那當然一個古典的是比較早嘛 那這個我們可以發現你從這個射散 這個射散 然後呢你假設這個物質就有很多這種 症子帶電症子 然後呢就讓他跟電池波呢 產生交互作用啊那電池波會推他嘛 推啊還是拉啊那就會吸收或放出能量 那你唯一你從射散裡面 你就可以去得到你就需要去測一個參數 就是在單位體積裡面有多少這種正值 這樣就可以去描述這個射散現象 非常的成功 另一方面呢我們知道在1916年的時候呢 安斯坦提出了這個AB系數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假設如果有兩個能接的時候 你有三種可能 一種是什麼樣 一種是吸收嘛就我 我有光劍來就吸收 所以這個完全你可以去跟古典的這個羅倫智子去比較 那另外這個呢是什麼 自化放射 自化放射這個就沒有古典的這個對應了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我們上一集特別講到 就是吸收呢其實應該叫做壽機吸收就是 你旁邊要有電磁波它才能吸收嘛對不對 你總不能空手錄白刃就突然就自己掉上去了 好但是呢反過來啊 這個放射我們當然說你在高能階 掉到低能階這個 嚴格來講在古典物理裡面 它在高能階好好的它可以不掉啊 但是呢你如果旁邊有一個跟吸收一樣 那個光呢它的能量是Hmu的時候 它掉下來的這個機率啊 這個部分叫壽機放射嘛 那我們上一集已經花了很多時間講了 好 那所以啊我們來回頭來看 這一個現象兩種表述 那到底你第一個問題是說 那總是有一個錯一個對吧 事實上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我們來看啊 那我們再回歸來看 我們在羅倫智智子的吸收功率的時候呢 我們最後得到的是這個公式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那雖然呢這個嚴格來講 你必須假設這個智子有阻尼震盪啊 那這個阻尼 可是最後的這個 輻射功率呢跟阻尼震盪沒有關係喔 這個啊大家可以去看前面兩集 好所以呢我們就得到這個結果就是說 從古典的羅倫智智子的理論呢 你這個吸收功率啊 就是怎麼樣就某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就是這個代電智子的電荷 跟它的質量 然後呢跟你這一個這個 會讓你產生吸收的這一個 輻射的強度成正比 那最重要的是它還跟一個東西成正比 就是單位體積帶這種頻率的 什麼的正值的數目 因為這個是對特定頻率μ0啊 你就是跟我們前面講的就是這個嘛 它的頻率μ0 它這個正值有一個自己的頻率嘛 那你外面的電池電池波路 頻率跟這個接近的時候 你才有明顯的吸收的這個現象嘛 好所以這個是古典的公式 那這個古典公式你需要去測這個一個常數 你可以去 那這個常數你可以從射閃的實驗得到 所以你就可以用射閃的結果 來去研究它的吸收嘛 對我們上次已經講過了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反過來想呢 這個現象呢 如果說我現在有一個物質 我光打進去發生吸收的時候 我可以用這個愛因斯坦的AV係數來描寫啊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你就說那我吸收放射 每次就是一個用愛因斯坦的這個光亮者的話 它的能量就是H乘上這個μ嘛 然後呢如果是吸收的話呢 假設我是這個是Ki 我從i到k的話 那就是有多少個 單位體積比裡面有多少個 在i能接的這個電子啊 然後呢它這個是藥籤率啊 所以藥籤率的話呢 跟一樣嘛 就是跟這一個頻率 μiK的這個輻射強度有關 好那這個輻射強度有關的話呢 這個形狀的話 就是所謂的這個什麼藥籤率嘛 那這個BiK 所以在這邊的話 你唯一不知道的東西就是BiK嘛 好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到這邊是吸收 那這邊就是放射 那這個只要是uIK呢 是我們前面提高的 普蘭克的這個分布的話 這個公式就會成立了嘛 對不對 好那當然各位你就會覺得說 前面古典的這個公式裡面 從頭到尾沒有H啊 那後面這個公式 H在這邊啊 那你這同樣一個現象 你用兩種說法去說 那到底誰是對的誰是錯的 各位可能想說 那還要問嗎 當然是量子的對啊 要我們讀量子力學幹嘛 可是呢 各位來看這兩個 這兩個表數有一個微妙的重要差異 就是呢我們前面用古典在講的時候 你這個mu啊 就一個頻率嘛 但是 在愛因斯坦的A B系數的話 我們講到 你這個是在能階跳躍 能階一定有起始的能階 跟中始的能階 就從A能階跳到B能階 所以一定有兩個能階之間才能做跳躍嘛 對不對 common sense 那你就有兩個 要兩個能階去描寫它 我們去用量子數去描寫它 那你就有兩個指標嘛 對不對 好 那比如說我們前面講的巴爾默 或巴默系列的話 從第三個能階到第二個 n等於3到2 n等於4到2 n等於5到2 對不對 你一定要兩個指標嘛 那所以你這個頻率有兩個指標 你這個要籤率有兩個指標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你看喔 這個A系數的話 沒有錯 我們知道A系數是只有釋放才有A系數 對不對 那但是我們知道A系數跟B系數有這個關係啊 對不對 這我們前面講過嘛 這是從普蘭克的這個輻射定律你可以得到的 那所以這個就有趣囉 所以雖然我們沒有自發 因為它吸收這麼 就沒這種 這種就是從口袋裡面突然就出現錢來的 不好意思啊 沒這種東西啦 除非你是 算了不說了 那 所以呢 你可以用因為BiK跟BK 我們知道收機吸收跟收機放射 它這個B系數是相同的 所以就算是吸收 你也可以定義出一個相應的A系數 這個你要注意喔 所以我為什麼上一集特別強調這個 電池時間反轉的重要性 在這邊就 你看現在你就用上了吧 對不對 我們這個整個系列的設計其實匠心獨具 各位如果好好欣賞的話 你一定能夠感覺 哎呀這是 索尾呼應啊 每個地方諾核符節 這是令人嘆為觀止 有點拉賽幅上升了 好來 那既然當然我們今天終於來到今天的這個重點中的重點 就是說你一方面你有古典的這個描寫 一方面你有這個量子的描寫 然後呢 那然後這個A系數我們講過嘛 上一集我們特別提到A系數 愛因斯坦說有這個A系數有這個B系數 知道A系數就知道B系數 問題是A系數怎麼算 不會算啊 愛因斯坦都不會算啊 對不對 那另一方面呢 我們知道羅倫茲的症子的話 你就需要知道這個m嘛 就是說你單位體積裡面有多少代電症子 其他的話 其他都是常數了嘛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啊 這個問題就卡到說 那到底A系數要怎麼去算 那當然一開始沒有人知道要怎麼算 這個時候出現了 我們這一集叫做小兵力大功嘛 為什麼叫小兵力大功 因為這個打破僵局的人是一個你沒有聽過 而且各位不要沮喪 不只你沒有聽過 大部分就是你去學校問你的老師好了 我敢跟你保證99.99%除非你問到我 大部分人都不認識這個人 那不是他們的錯啦 因為他實在有夠沒出名的 實在很不出名 Bad 就是這個Bad 不出名的人不代表他沒有貢獻 各位 你今天讀了這個科學 你不要想說哇 課本裡面一大堆英雄豪傑 好像就只要這幾個英雄豪傑 其他人都可以去旁邊洗洗睡 沒有不是這樣子 科學其實是一步一腳印 有時候你就不知道這誰的腳印啊 那當然那個特別大的腳印呢 就名字比較響亮 你的課本就會出現他的照片嘛 所以要跟各位講 課本沒有出現的人不代表他不重要 只是你不認識他而已啊 那今天就來跟各位介紹 這個在1921年的時候 突破了這個僵局的人呢 我覺得我們應該給他適當的尊重啊 這個人叫什麼名字呢 這個叫魯道夫拉登堡啦 魯道夫拉登堡 那他是一個猶太人 大部分的 我們這一集大部分的主角 那他呢 他爸爸是一個又是一個教授 他是化學教授 一個猶太化學教授 叫阿伯特拉登堡 那這個拉登堡其實是很典型的德國好學生啊 他在倫情底下呢 在慕尼黑拿到博士學位 然後他在布雷斯勞大學研究 那今天我們要講的這個突破 其實就是他的布雷斯勞大學做出來的 那後來呢 他就到了這個威廉皇帝研究所 就柏林那邊 所以他跟愛因斯坦很熟啦 好 那當然是他做完這個 他今天我們講的這個工作之後 所以他這個照片是他開會的時候 我剪下來的啦 因為這個之前啊 我在準備這個資料的時候 那我就到處找不到他讀照啊 你看他都不出名 所以我就去把他從那個開會的團體照裡面剪出來 不過後來啊 這個我在發現說 Google啊 這個真的一日千里 最近就看到他的讀照出來 大概不知道是他檔案照什麼被人家拿出來的 好來我們來看 那當然啊 在這邊稍微夾帶一下 來個全歐巡禮啦 那布雷斯勞大學大家想說 這什麼地方啊 沒聽過啊 這個給大家稍微教育一下 歐洲有很多好大學 你不一定聽過 你沒有聽過不代表他是不好的學校 那只是你見識不光 那這個布雷斯勞大學呢 他現在你找不到他 為什麼他改名了 為什麼改名了 因為他從他本來是德國的一個大學啦 結果二戰之後被劃到波蘭那邊去了 那你說哎呦怎麼這樣 那是因為波蘭呢 一大塊被劃到蘇聯裡面去了 那就是這樣子嘛 誰戰敗誰就被這個 就被挖了嘛對不對 那波蘭呢 但是呢他在德國 他在德 他一直是德語區裡面一個非常有名的學校 那你可以看得到 哇這個舊式大學就是有這個舊式的歐式風情啊 我是個人沒有去過啦 那布雷斯勞大學呢 事實上也出了很多有名的人 像我們後面會提到這個大人物 馬克思波恩啊 他是在那邊讀書 雖然他後來去了格陵根 那前面我們講過嘛 以那個時代的德國大學 大家呢就好像是學生叫後鳥一樣 飛來飛去的啦 那這邊待完了覺得這邊沒有什麼好玩的 我就換個學校 那反正最後你就找個學校畢業就是了 那這個 斯特恩呢 斯特恩是最後在這邊畢業的 斯特恩就是我們 大家如果聽我們大亂鬥的話就知道嘛 這個做這個所謂的斯特恩葛拉赫實驗的 得了諾貝爾獎的 那另外呢我們也在這個前面幾集 講到阿恩斯坦的時候 講過最恨他的這個 菲利普蘭納德 就是發現這個光電效應裡面的 節子頻率的那個人 那他也是在 他是在這邊教書 那另外還有一個也是赫赫有名 就是薛丁格 薛丁格其實也在這邊教書 那後來當然又搬了 那等過學者跑來跑去的 所以這個學校現在叫什麼名字呢 叫做佛羅茲瓦夫大學 他被畫到波蘭那邊去就畫了波蘭的名字了 好那這個拉登堡他在1932年的時候呢 他是猶太人而且他這個政治秀卷很不錯 阿恩斯坦是最早跑的 他是1931年就跑 那他是1932年 那因為他很早跑啊 他一開始在布林斯頓 然後呢當1933年的時候的 納粹就通過法律把猶太人全部解職 猶太教書解職 哇這個一大堆人就跑了 所以因為他先走先贏你知道 他就在美國當起這個同鄉聯誼會 幫你協調啊 所以這些有名的照片啊 你看這旁邊在阿恩斯坦旁邊 他們兩個其實在德國就認識了嘛 阿恩斯坦旁邊這個人叫拉比 這是我的主師爺啦 好那就是發現這一個分子數的 那旁邊這個看起來有點 固固固固固的 這個人就是哥德爾 就是發現數學的系統 一定會有不完備的一個定理 好那旁邊這邊這個 大家不認識這個叫Wire 這個也是一個 數理跟數學的大師啦 再過來這個叫韋格納 這個是 原子彈計畫也有參加 然後是把對稱性用在物理裡面的人物 那這個大家都認識嘛 看到這個臉就歐本海默 那最旁邊這個叫Robertson 這個是宇宙論的大人物 那曾經把愛因斯坦的論文給駁回 那這個故事有機會的話 我們可以聊一聊是誰這麼大膽 把愛因斯坦的論文給駁回 到愛因斯坦從此之後再也不投那個期刊了 好那我們來講這個前面介紹很多 有的沒有的現在要重點 所以到底拉登堡做了什麼事情呢 一言以蔽之啊 極其簡單啊 他說那這樣子好了嘛 古典物理的結果跟量子物理的結果 兩個給它相等 你說啊就這樣 你前面講的半天就這樣啊 沒錯 這個製造戲劇效果啦 有嗎 好那我們來看 當然你可以說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這不太對吧 你量子物理是用量子物理的這個 這個想法用能接 那你這個羅倫之正子 從頭到尾沒有能接 你為什麼可以湊在一起 對這個其實說實在話 這是一個大問題 那你知道做物理有時候需要什麼 需要勇氣 就亂做一通的勇氣 你不能說他亂做一通 要不玩啦 就有絕望之下 有時候那你 反正我們知道周星石的名台詞 那假設一下會死嗎 對不對 大清律法假設一下有罪嗎 對不對 沒有嘛 所以我們就假設一下 那重點是假設了以後你得到什麼 所以我們把這個公式兩個 給它相等以後你就發現到說 一方面我可以把這個量子這個公式 本來是V系數對不對 那我又安心的告訴我 我可以寫成A系數 所以我可以把它寫成A系數 這個把它寫成A系數 另一方面這是古典的結果 所以古典的結果有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正子數 正子的數目注意 帶電正子數 那在這個量子的結果 你當然是跟這個粒子數有關嘛 好 那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各位你看 這個這邊的話呢 是粒子數當分母 正子數當分子 那換句話說呢 我們講問問嘛 你這個頻率是 這個頻率就像是什麼樣 我們知道在古典電動力學裡面 一個正子它的頻率放出來 就是它這個光的頻率嘛 所以如果我們光譜線看到是μiK的話 我們就假設說 說不定你就把它看作是裡面有 用μiK在震動的正子 那另一方面呢 這個A是什麼 就是單位體積 這個N Ni是粒子數 是電子在那個狀態上 就是在這個低能階的粒子數 那這個N就是正子數 所以我就假設說 我就假設這裡面很多 在這個i這個能階的電子呢 你就可以把它看作 很多不同的正子組合出來的 當然這裡就怪怪的對不對 你說一個在那邊轉 一個在那邊震動 你怎麼黏在一起啊 沒錯 如果你覺得很困惑的話 請看下去 因為這個就是整個矩陣系列 最重要的關卡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放到旁邊來 我會得到什麼 你就會發現 我的A系數啊 可以連接到一個東西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小Ni 也就是說呢 粒子數 就是這個正子數除以粒子數 也就是我現在這個就告訴你 你可以這樣想像 我在i的這個能階轉動的電子 你把它看作說 它其實會發出頻率 你說它不是在那邊轉 它就發出它的旋轉頻率 沒有 它發出來的頻率呢 是它的耀簽頻率 所以那這些 不同的耀簽的數字這個加起來 就會是等於這個粒子數 Total的粒子數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這個系列不斷在強調一件事情 你研究量子物理 有一件事情絕對要注意的是 你的H咧 來我們來看 這個數目顯然跟H沒有關係 那所以你就發現到說 可是我量子的這個公式裡面不是Hμ嗎 那那個H跑去哪邊了 你說原來A系數跟B系數的關係裡面 對不對 這個有一個H在分母 這個H消掉了 神奇吧 所以如果你沒有像阿奔寶 一開始做一個非常不合理的假設 把古典物理的結果跟量子物理的結果 讓它相等的話 你就不會得到這麼莫名其妙的一個公式 好 那現在你得到這個莫名其妙的公式 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我們來去看實驗有沒有辦法驗證這個公式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 拉丹寶當時要做到這個地步 所以一般面呢 你用色散你可以去得到這個Ni啦 大Ni 然後呢 因為這個它其實這裡面 譬如說我們用氫原子的話 它裡面都是氣體 所以你可以用統計力學去估算說 有多少是能接在Ni的這個粒子數 然後呢你用色散的結果 你氣體一樣可以有色散現象 你從色散的結果 倒推到這個 我們不是有講過Fi嗎 Fi你可以把它換作Ni N啦 好 那這個N呢 一邊是色散 一邊是這一個 那這個是你可以用這個統計力學去猜測 所以這邊是 完全從色散可以決定 你這個AKI呢 其實就是AIK嘛 就是說就是自發 你可以想像 如果我沒有放輻射的話 我發射 元素的發射光譜就是A系數嘛 跟A系數有關嘛 對不對 好所以你就得到這樣一組公式 那你注意到這個公式不是Tribia的 不是 因為它這邊跟這個μiK有關 所以你知道μiK的值 就是你光譜線的這個頻率嘛 好那拉丹寶就兩邊拿來比較 就寫了一個報告說 欸這個結果很好 那特別是我們就來看 因為我們在寫就著重在氫原子 我們講過嘛 這個系列 古伊陶告威都在講氫原子 氫原子是我們的最愛 好那除了我們來看 你看 氫原子這一個光譜嘛 你就可以看到到 這個NHα是從3掉到2的 這是巴爾墨系 巴爾墨系 好那這個Hβ是從4到2的 那各位你可以把這邊就帶進來啊 因為I的話是一樣的嘛 就是I是等於2 那這個N呢就是 等於是說到底在 因為你可以把它倒過來 因為這個AIK等於AKI嘛 從4跳到2跟從3跳到2 等於是說它這個I裡面 這個NI裡面 它有不同的這個 你把它對應到不同的正值 有的會發出μ23 有的會發出μ32跟μ42 所以這個數字最後可以得到這邊 那你可以去比較啊 這兩個東西去比較 那這個兩個東西比較的話 這個強度就是跟這個有關嘛 然後你除以它的這個頻率的乒乓 然後去做這個比較 結果相當的好 所以各位 你不會無緣無故得到一個好結果 你得到好結果 這一定背後有一些道理 雖然那個道理可能沒有我們想像那麼簡單 所以呢 這一個啊就是變成了是一個 我們提到重要的突破口 你要做物理有時候卡住 大家都卡住 這個時候就是要看誰想出突破口 有時候就是怎麼樣 那符合模式很有名的故事嘛對不對 所有不可能的答案都排除了掉以後 那個不可能的答案就變成是 最後的答案 那麼有時候做物理的樂趣 這個不是每個人運氣這麼好 都可以做到這麼有趣的物理啦 大部分的物理其實相對來講 就是在這個既定的體系下 這邊辛苦的工作 但是front time of time 有時候就是掌握那個時機 這個問題我相信太難了嘛 這個理論 他在一定是想說 從理論上怎麼樣去算這個要籤 但是事實上這個 我們回合來看 我們前面這個投影片呢 你看這個是誰 你想說這是誰 一個人拿一個刀這樣揮下去 這裡有一個結有沒有看到 這個叫戈丁結啦 就是有時候用暴力解決 我就說 就用最簡單的方式解決問題 這個亞歷山大當時去打波斯嘛 那個神廟那個神廟就說 傳說中啦 這個戈丁結呢 誰如果能夠打開這個戈丁結 誰就可以做亞洲的王 所以亞歷山大就去了 亞歷山大大就去了 那個結就很難解嘛 結果亞歷山大呢 二話不說 他一定事先就想要他要這麼幹 他就拿出一把劍來 咔嚓 打開解沒有人說一定要用手去解開來 我把他用劍砍斷不可以嗎 說喔 是喔 對 所以呢 拉登堡幹的這個事情就有點這種 展開戈丁結的味道 不過各位 不能亂做啊 重點是你如果這樣 假設一下之後 你要回頭去看你得到什麼結果 那但是呢 你不要忘記 這個雖然看起來很不錯 但是我們講過你這個 波爾模型的這個圖像 跟你這個羅倫之正子的圖像 兩個圖像 你說一個東西在那邊轉 跟它會有要產生要籤的這個正子 這兩件事情你要怎麼組合在一起 你看得出來嗎 這顯然是要組合在一起 問題是你要怎麼組合在一起 你如果用圖像去思考的話 你最後一定會萬劫不復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在三的不斷的 continually repeatedly 告訴各位 我們人類的圖像 在面對大自然 是非常貧乏無力的啦 但是數學不一樣 數學不會就是不會 不會引導我們走向錯的路 如果你正確的使用它的話 好 那講了半天呢 我們來看 所以A系數跟羅倫之正子數有關啊 但是這個到底能不能幫助我們 怎麼去算出A系數啊 對啦 因為你看嘛 A系數我現在是把它連接到一個 這個NI 可是問題是 那當然啦 我們知道這個 即化率呢其實是這樣子嘛 它是跟NI有關 然後跟你這個頻率有關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這個NI 我是跟AI有關的話 那是不是即化率其實會跟 我的這個AI有關 然後它這個頻率平方 對不對 是不是會有這個形狀呢 那即化率的話就跟 這個就是從圖像上就說 我這個電 我如果想要有帶電的東西呢 它這個伸縮的距離嘛 對不對 可是這個怎麼去跟 A系數產生關鍵 A系數是告訴你 自發放射的這個機率啊 你古典物理沒有機率 你要從哪裡生一個機率出來 對不對 好 所以啊 這個誰會跨出關鍵的下一步 因為拉登堡 雖然它只做到這個 兩邊比較很不錯 所以它就 它只是拉登堡 不過當然我們是要欣賞說 它做出這個步驟來 它的這個膽識 OK 你看嘛 其他很多人 這個理論物理可能都比拉登堡厲害 拉登堡本來是做實驗的 但為什麼是拉登堡做出這個舉動來的呢 那下一步 當然下一步我們就來看 那得到這個結果之後 我們怎麼從這邊得到靈感 讓這個量子的物理能夠繼續下去 告訴我 因為這個只是個特例嘛 特例不能當作是 特例是引導我們找到物理定律 可是物理是一般性的學問 對不對 要不然就變成草藥學了 那所以這一個過程 就從1921年開始 一路到1925年 短短的四年之間 一個大學就念完了 在這短短的四年之間 我們就看到無數英雄好漢 拋頭如少都沒有 就用盡腦汁 但是最後終於讓這個量子物理 怎麼樣 出現在這個世間上 所以這真的是讓人家 熱血沸騰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那我們下回見